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秦岭素来被称为中国的绿废 刚进入太白山 公路两侧的绿色便扑面而来 植被漫山遍野 空气中夹杂着树叶的清香 太白山的盛夏让我们心旷悬疑 不过听当地人说 太白山脚下绿样然 但山顶却气候寒冷 常年积雪 天气晴冷时雪风矮矮 太白的山明也因此而来 我们从梅县汤域出发 沿着盘山公路行驶了 约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来到了太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太白山是秦岭山脉的最高峰 也是青浪高原以东 中国大陆的第一高峰 从观中平原拔地而起 3000多米的海拔高度变化 让这个季节太白山 同时拥有夏季的炎热 与冬季的寒冷 从我身后向远方望去 绵绵的山脉被 一羽葱葱绿色所遮盖 蓝天白云与之相互映沉 显得充满生机 但是在我面前的这片山峰 它的山顶已经被厚厚的云层遮盖了 这也是我们即将前往的方向 让我们一起去揭开这层面纱 走进太白山 秦岭被誉为华夏文明的龙脉 也是陕西省内观中平原 与陕南地区的界山 大约六亿年前 秦岭地区还是一片汪洋 后来 在板块运动的作用下 海洋慢慢退出 四亿年左右 秦岭北部慢慢上升隆起 逐渐形成山的雏形 最终在两亿年前隆起成山 距今六千万年以来 是太白山上升最强烈的时期 渭河盆地相对迅速下降 由于秦岭北坡正断层的序列活动 造成今天的太白山北坡陡峻 南坡相对较为平缓 秦岭的一座座高山崖壁也因此形成 从山脚出发 设置组首先来到下坂寺 这里的海拔两千八百米 是我们此次形成的起点 挺常年在保护区做植物调研工作的 李志军说在下坂寺可以看到 太白山珍惜的远古植物 毒叶草 这个就是我们国家 特有的一种珍惜植物 叫毒叶草 它只有一片叶子 所以它的名字叫毒叶草 虽然说在这我们看到是一丛 但是它基本上一根茎上面 只有一片叶子 其实它下面有一个很长的 一个根脏茎 它是靠这个根脏茎 断裂地来进行繁殖 我们把这种植物繁殖的这种特性 叫克隆 毒叶草 它一般生长地节 就是从四月到八月几年 李志军告诉我们 毒叶草距今已经存活了六千七百万年 对生存环境的要求近乎苛刻 被认为是优异生态环境的天然指食器 太白山自然环境优越 生态优良 非常适合毒叶草的生存 在中国除了太白山 只有甘肃的民山 四川的琼来山 滇藏交界的梅里雪山 有极少量的分布 近年已经很难见到 那太白山是什么样的环境 可以让它在这边生长呢 它有比较好的苔藓 有比较好的腐植之层 实际上在这种比较殷实的环境 就适合毒叶草生长 毒叶草后面这个叶妹 它是一只开放的二叉杖品质 在被子植物里面是很少见的 那么在落子植物里面 它是广泛存在 就像灵性减性的二叉杖品质 实际上这个物种 我们把它作为一个 很好的研究被子植物 净化的一个材料 因为毒叶草 拥有原始的脉绪 对研究被子植物的净化和发育 均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离开下半寺 我们来到海拔3200米的上半寺 李志军告诉我们 接下来的行程 我们会一直在 3000米以上的海拔高度前行 李老师 我们现在位于的是 什么样的海拔高度 现在我们是 这个海拔高度 大概在3400米左右 3400米 我们持的这个袋 基本上已经到了 太平山森林的上限 整个这一袋 植物一袋特别清晰 从下往上 上来就是落叶 快叶林的 再上来就华牧林的 我们现在持的这个地带 是叫蒸叶林的 这个就是特别红山林 再往上 就是高山灌重草建 一直到太平山景 太平山从观中平原 拔地而起 因为垂直落差 高达3000多米 植物城明显的垂直分布 在其他地方 往往需要相隔上千公里 才能清晰看到的 植物带分布 被太平山汇聚 浓缩在了 只有数十公里长的山坡上 听李志军说 保护区内 现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五十五种 太白雪灵芝 太白翠雪花 太白鸟巢兰等 特有植物二十八种 是世界著名的 生物多样性天然基因库 我们所在的真叶林带 是太白红山 较为集中的一个区域 这里分布着几千株 大脚不易的太白红山 它不仅是中国秦岭特有的树种 也是秦岭山区 现存的唯一落叶松鼠植物 要开展对太白红山的研究 工作人员通常会先用生长锥 取出一段树心 我们把这个事情拿回去以后 在实验室里面通过曝光 我们就能分析它树木的年龄 包括它树木每年的生长量 树木的生长期 它的气候变化的情况 或一些病成害的一些情况 这一年生长量非常小的话 它一般都是 要么就气候比较干旱 要么就有病成害 这种情况 像这棵树至少在两百五十年以上 适合它生长的季节 大概分布在哪几个月份呢 一般它从五月底开始生长 到九月初它就要青子生长 那这四个月里面 它们大概能长高多少厘米呢 长高一般到旺盛期 你开那个树 它还可以长到十厘米左右 因为秦岭天气多变 土层贫瘠 所以太白红山生长缓慢 并不高大 我们继续在山林中行走 偶尔可见远处山风飘渺 云雾缭绕 听李志军说 太白山不仅珍藏着风貌的植物 这里也是华北 华中 青藏高原三区 生物交汇的过渡地带 在我们前行的过程中 一只林仙精灵挡在了我们的前方 我们刚才行进过程中 发现在木栅栏上面 就呆了一只非常漂亮 很大的一只鸟 那个鸟是什么名字呀 这颗动物叫雪智 它的熊鸟特别漂亮 有那个显红色的羽毛 实际上叫雪智 我刚刚看它的肚子上的颜色 好像是灰白色的 然后从它的尾部后面 特别好看 有个特别大的尾巴 对 这颗动物 一般它是以草 草子这些为植药食物 雪智又叫太白鸡松花鸡 是生活在高寒山区的森林之类 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雪智随季节性垂直迁移 夏季时可上到海拔 三千米以上的高山贯从地带 冬季都在海拔 两千至三千米的中堤山 和亚高山地区跃动 无意间闯进镜头的雪智 为我们此行增添了惊喜 它关于的美艳也让我们大为惊叹 我们走近稍微看一看 其实我们现在说话的声音 还有走路的声音都不敢太大 生怕惊动到了它 这个鸟现在它是多大了 能看出来吗 这个是个成鸟 成鸟 鸟类只能你能看到它 又鸟压成起 那个成鸟 它过来了 过来了 它的爪子颜色很漂亮 是红色的 它脖的这里是蓝色 然后到了尾部 慢慢地开始有个见面 很漂亮 它在往这边一直在走 它的窝基本上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一般它是在有十年的草丛里面 雄性血质头顶为土灰色 有白色与干纹 而雌性血质与官呈棕褐色 向后转为蓝灰色 每年四月底至七月初 为血质的繁殖器 我们拍摄到的这只血质是雄性 临别时 它拼拼起舞 摇摆着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 与我们同行的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郭敏 对太白山的植物研究多年 听他介绍 太白山共有种子植物1783种 其中蓝科植物就有56种 且以高山蓝科举多 因此太白山也是研究蓝科植物的一块宝地 这个应该是都被蓝数的一种蓝科植物 它也属于蓝花吗 也是蓝花 这株蓝花真的特别的秀珍 花加上叶片 其实你看跟我的手掌 还没有我的手掌大 它的高度应该是一般不超过10公分的 花瓣和鳄片 它靠合到一块成了一个兜状 所以叫兜背蓝 这两年通过调查 对这个太白山的蓝科植物 发现了有两个就是特有种 太白山虾脊蓝 太白山鸟操蓝 相机里面有 你有照片是吗 它是跟胡锯虾脊蓝比较接近 花的初期是白色的 然后到后期就成了黄色的了 这个是果 哇 它这个果实也很漂亮 就像小鲸鱼一样 感觉它的尾巴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 郭明告诉我们 根据花漆 海拔和花形来判断 这株兜背蓝具有独特性 很有可能是蓝科植物的新成员 在蜘蛛蓝花附近 我们还发现了一种有趣的植物 高山捕虫锦 是这个趴在地上的这个五角星一样的植物吗 对 它生长得好低啊 就紧紧地贴在地面上的感觉 这个是离枣壳 捕虫锦熟的一种植物 它就是吃虫子 吃虫子 是靠它的哪一部分吃虫子呢 这个叶片它有上面有粘液 你手摸一摸 可以摸到吗 有粘液 很明显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摸上去滑滑的 而且其实可以拉出丝 它是首先分泌一种芳香的气味 吸引捆虫 然后它里面叶片上有粘液 虫子到叶子上就粘上了 然后它叶片又会分泌一种消化酶 把这个虫子都消化掉 郭明告诉我们 高山补充景的花期是五月到七月 多分布于两千三百米 至四千五百米的高海拔地区 尤其喜欢生长在阴暗潮湿的 岩石缝隙间和高山杜鹃花脚下 因其花朵盛开时 宛如一朵朵白色的莲花 故又被称为美丽杀手 自然界的种种神奇 让我们大开眼界 试制组从太白山的北坡 继续向西行走 我们在海拔三千五百米左右的高度 再次驻足 举目远眺 群山延连 云霞漫天 我们从山脚来到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 已经可以明显地感受到 这个气温的变化了 比山底凉很多 而且站在这里 我们看山脚 已经完全看不到山脚的景色了 眼前是一片厚厚的云雾 就这么静静地躺在山峰之上 也真正地感受到了云以山为家 山以云为一的景色 一阵风过来 云雾就这么从我们的眼前慢慢飘过 而很快又云开雾散 一切景色就这么摆在我们的面前 看那边 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落脚的住宿点了 走过去可能还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我们继续出发 远远望去 云雾从秦岭的南坡缓缓升起 飘降北坡 我们当天的宿营地 小文宫廟就坐落在山脊之掌 沿步道继续向前 一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 这里的海拔大约三千五百里 是保护区工作人员 在山里巡护的一个落脚点 住在秦岭之巅 伴着亿望明月 于盛夏师姐感受着 高海拔地区的清凉 对我们设置组成员来说 也是一个难得而有趣的体验 只身第四季冰川遗迹 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白雾从低茂上来说 它就是个典型的冰川寝室作用型的叫风 夜宿大一海 领略高海拔壮美星空 晚上睡不着就要出来溜湾 竟然看到了一片特别特别美的星空 远方的家系列特别节目 国家公园第十一集 秦岭主风太白山 正在播出 第二天清晨 为了拍摄日出 市值组五点起床 好在天气没有辜负大家的早起 我们有心用镜头记录下了秦岭的日出 阳光映射在云层间 点亮的群山也温暖着万物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秦岭的地形特征 我们在小文宫庙附近 与世间约好的陕西师范大学地理学院的王斌老师会合 站在这里觉得秦岭的风真的特别特别的大 我们山脚那片云很快地就上来了 刚刚还能看到远处的山脉 但现在已经什么都看不到了 那这个秦岭 它是一个东西走向的一个山脉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对于中国的气候 还有南北地域的划分 秦岭淮河是中国的南北分界线 同时秦岭还有很多作用 比如它是中国的冬季零度等级线 它是全年的800毫米等降水量线 它北边是暖微带 南边是亚热带 这样一来它就起到了一个重要的生态屏障作用 像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水汽来自于南部 它越过太白山之后 就会在关中地区形成降雨 真的是陕西地区降水的主要来源 由于秦岭的存在 在夏季这么多的水汽来降了关中水源 使得关中地区不会太干旱 而冬季的时候 由于有秦岭的阻挡 北方的寒冷空气被它所挡住 所以南方地区的气味就会在零度以上 站在山脊之上 一侧是峭壁 另一侧是布满大小石块的峡谷 这里的岩石数量令人称奇 连脚下的道路也是碎石堆积而成 这样的山体形态平常并不多见 王斌告诉我们 这是典型的第四季冰川遗迹 大约260万年前 地球气候急剧变冷 冰雪伴随着思念的寒风覆盖了半个地球 三分之一的大陆积满了厚厚的冰层 包括太白山在内的世界各处高维度或高海拔地区 出现了山越冰川 地球上几乎所有的生物面临灭定之灾 第四季冰期来临 而在之后漫长的冰川融化过程中 太白山现在的地貌逐渐形成 王老师其实站在这里 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紧张的 因为无论是从我们向上看的方向 还是说我们脚下这个坡度都非常的陡 太白山的整个山体主要是花岗岩基 然后在表层有一些片麻叶和片岩出去变质岩 现在我们看见的这个它叫石河 它是典型冰川作用下的一种地貌环境 王斌告诉我们 当气候逐渐变暖 冰川慢慢消融的时候 山体也随之崩解 冰川巨大的搬运能力 可将历经10到20米以上的巨大岩块搬走 这些岩石随着冰川的运动而迁移 仿佛传送带传送物体一样 从山顶被运到山下 而冰块融化后 剩下的石块就形成了今天的石河 目前中国东部可确认的第四季冰川遗迹有三处 分别为秦岭的太白山 东北的长白山和台湾的玉山 简单了解过石河形成的原因 我们继续前行 从这里到我们的下一个送迎点 大文公鸟的直线距离大约6公里 虽然路途不算远 但在三千五百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负重行走 加上山路难行 设置足一行走起来非常吃力 时不时要停下来休息 山下蒸腾而起的云雾久久不散 正当我们沉浸在山中这湿润的空气中时 一场暴雨突如其来 现在下的是薄子 咱的身上特别的疼 李站长这个冰宝大概什么时候才能停啊 这下一阵就完了 还得下一阵 山上这个季节也会下薄子吗 经常的 经常下 现在是八月份呢 在山上今天会遇到这么大的薄子 李军安站长告诉我们 太白山地区的局地天气现象非常明显 虽然现在这里云雨不断 但在山的另一侧 很有可能是晴空万里 在雨中等待了大约二十分钟后 天空渐渐放晴 阵阵凉风袭来 苍茫群山再次露出真容 从小文宫廟出发三个多小时后 我们来到了今天计划好的宿营地 大文宫廟 这里的海拔大约三千六百米 几栋简易的房屋就坐落在山脊之上 临近黄昏 进入太白山的深处 手机信号基本中断 但我们也恰恰可以静下心来 欣赏这落日余晖 缓解这一身的疲惫 夕阳悬在半空 逐渐埋藏到厚厚的云层中 在大文宫廟 我们度过了在太白山的第二个夜晚 清晨 太阳从天边再次升起 群山被霞光尽燃 朦胧而神秘 我们甚至组一行人 昨天晚上在大文宫廟简单做了休整 今天早上趁着天气还不错赶紧出发 从大文宫廟到我们今天的目的地 大野海大概还要步行三个多小时 听说今天的路会比昨天更加艰难 我们出发吧 眼前的这段山路 被当地人称作浩瀚坡 坡度目测大概有五六十度 在海拔三千六百米的高度 这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挑战 山坡上 一座座以石块和石板 累计而成的马尼堆屹立在山间 在登上第一个小山坡时 王斌告诉我们 在这里可以看到 第四季冰川遗迹的另一种典型地貌 我们身后这片山脉 它是有两个走向的 一个是东西 一个是南北 很有意思啊 对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向 应该是这里台白山的主要走向 这个相当于它延伸出来的一个枝脉 现在咱们看见的这个比较高的这个灵脊 就是典型的刃脊 它非常尖锐 像一个刀刃一样 也就是说横着这条和纵着这条都是刃脊 因为它当时可能在两侧发育了 很大面积的冰川 冰川它有一个向下寝食的作用 同时它也会向它的背面 就是它的源头方向寝食 最后两侧冰川越来越靠近顶端 最后就在顶端相会的时候 就会形成一个非常锋利尖锐的 像刀刃一样的刃脊 秦岭不仅是中国南北气候差异的分界线 也是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的分水岭 听王斌介绍 发源于太白山 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就有失调 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 与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也发源于此 那在秦岭的南坡和北坡 两边的河流会有各自的特点吗 对秦岭南北坡的河流它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这主要是秦岭的地貌特征决定的 秦岭它是北仰南坡 就是北边坡度比较堵 南坡比较缓 这就造成北坡的河流 都是短小流节 河流非常短 近似平行地成树枝状水系 最后汇入了渭河 而南坡因为它比较缓 所以造成河流远远流长 当然加上南坡的江水量比北坡要多 所以南方形成了很多大河 比如说长江最长支流汉江 还有它的重要支流加林江 这就是南北的地貌特征不同 最后造成了水汽也有很大的差异 听王斌说 他们目前在太白山高海拔地区 设立了四个气象站 用来清测这一地区的降水量 进一步分析太白山的气候环境 采访时山脚架云雾又起 有了前一天淋雨的经历 我们不敢多做停留 急行了两个半小时后 到达了大野海 这里是我们计划中的最后一处做营地 刚到大野海 我们就被这里迷人的景色所吸引 平静的湖水仿佛一面镜子 倒映着山风和天空 微风拂过 波光淋漓 山风上卷起层层云雾 倾斜在湖面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今天晚上的宿营地了 我觉得这里的环境特别好 因为一开门就能看到大野海 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首先大野海是个典型的冰土湖 它现在海拔是3580米 东南西三面都环山 只有向北侧敞开 在最早的时候宽度和深度都没有这么大 它是一个小的挖地 那么积雪就会堆积起来 大量的积雪堆积 最后在重力中下 下面就会压实形成一种冰 叫冰川冰 冰川冰是走成冰川的基本单元 大量的冰川冰形成以后 就会形成一个冰川 冰川它就会对它底下的基底 和它背后的基岩进行寝食 不断地对下部就会越深 对背后越寝食越往后退 到气候比较温暖的时候 冰川融化 原有的冰川就会形成水 积累起来 后期在经过长期的降水的补给 就会形成我们现在一个 非常稳定的冰斗湖 听王斌介绍 大一海面积大约6800平方米 水深在18米左右 据推测 它的行程已有一万多年的时间 靠近这个冰斗湖 才发现这个冰斗湖的湖水 有多么的清澈 基本上我们脚下的岩石 都能够看得一清二楚 这个水能喝吗 当然可以 可以喝 在2006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在这里做过水质检测 他们测出来的水质是一类水 直接可以当着矿场水来喝 当然只要你不怕凉的话 很凉这个水温 您喝过吗 没有 那我们一起尝尝 那我们一起尝尝好不好 哇 这个水温真的是比一般的湖水要凉很多 很甜 也是凉 很凉 最主要还是因为它海拔比较高 年均气温已经在零度以下了 有一点点酸酸的像矿物质的那种味道 也是因为它长期浸泡在这些石缝当中的原因吗 对 我们现在眼前有很多花岗盐 花岗片麻盐 长期在水里面它就会有一些淋滤作用 把里面那些矿物人的一个水温 听王斌说 因为海拔高 气温低 缺少食物来源 大野海里没有鱼类 但生活地中小林虾 林虾的存在 也侧面反映了大野海水质的优良 山风呼啸 云雾散去 大野海静静地躺在丫口之下 迎接着暮色的来临 我觉得太白山给我们带来的惊喜 真的是一个接一个 晚上睡不着就要出来溜弯 竟然看到了一片特别特别美的星空 这些星星就在天上 感觉离我们特别特别的近 你静静地站在这就这么望着它 感觉它会一闸一闸的像在跟你打招呼一样 我觉得这样的美景真的太难见到了 即便现在的风很大 气温非常的低 但是我觉得能够花上一点时间站在这里 看一看这片星空依然是非常值得的 抬头仰望 繁星点点 浩瀚无边的宇宙深邃而神秘 深山中 璀璨的夜空让人产生无限遐想 伴着星夜入眠 大野海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等秦岭之巅 看风云变幻 气象满千 深入核心区 寻找大山身处的精灵 就是这儿 这是一个 牛当时走过草店留下的一个印子 远方的家系列特别节目《国家公园》第十一集 秦岭主峰太白山 正在播出 第二天一早 设置组出发前往太白山的最高处 拔仙台 那里也是整个秦岭的最高峰 从大野海开始 这里的山路比好汉坡更加陡峭 行进也更为艰难 步行一个小时后 我们来到了山脊 站在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山峰间的层层云海 王老师 站在这里眼前是延绵的群山 而且基本上每个群山它的山顶都是被厚厚的云彩遮住了 这就是太白山的云海吗 对 这是一个云海 当然云海范围还不是特别大 没有把整个太白山围起来 王老师 我发现这些云堵 其实它的位置也不太一样 有的是在我们脚下 有的是与我们的视频线是齐平的 还有的是在我们头顶 这些云它是分不同的层次吗 对 云层按照它出现的高度是高低之分的 一般来说2500米以下的云层叫做低云 2500米到6000米之间的叫做中云 6000米以上的叫做高云 像我们现在可以看见山脚下比较低的那就属于低云 给我们实现基本齐平的这就属于中云 在远方天顶上特别高的那就属于高云 放眼望去茫茫大山间 山风云雾相互缠绕 虽然没有赶上欣赏太白山云海的最佳天气 但在山脚之上欣赏眼前的美景 我们依旧心满意足 继继续向上行走 前方不远处就是太白山的顶峰拔仙台 据实料记载 唐代时 拔仙台上原有一道罐名为三生殿 在漫长的岁月中 宝经沧桑的三生殿多次被毁 多次重建 2011年夏天 一场雷电击种屋顶引发火灾 又一次烧毁了建筑 只留下了如今残破的废墟 从这看拔仙台 感觉它的地势非常的陡峭 整个坡度感觉有七八十度了 这种特殊的地貌是怎么形成的呢 拔仙台从地貌上来说呢 它就是个典型的冰川寝室作用形成的角峰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没有这些石头堆砌的房子的话 它实际上像一个金字塔形的 四周都比较陡 中间比较高 实际上就是在第四季冰川发育的时候 它的侧面有三个以上的冰堵在不同方向上发育 这冰堵不断地会有个溯源寝室 像顶上寝室 最后当这些冰川汇合的时候 顶上就特别尖 下面相对向下比较陡峭的延伸 就特别像一个金字塔 这也是太白山地区第四季冰川作用的一个重要的证据和遗迹 太白山孤高独秀 山体高大 相对高差三千多米 千百年来 它宛如苍农昂首 雄距秦岭群峰之巅 相传 在取得牧野之战的胜利建立周王朝之后 为了封赏玉穴奋战的各鲁功臣 江子牙在拔仙台封神典仙 从那时起 民间便有了365路神仙的说法 因此太白山也有了仙山的美誉 这里就是拔仙台了 海拔是3767.2米 这个是前面有老的数据 现在最新的数据是3771米 这座山还在不停地涨高 是这个测绘数据在更新 这个这上面还没来及更新 我们顺顺组用了整整五天的时间 现在终于到达了整个秦岭的制高点了 而且现在我们的身后 基本上雾气已经开始慢慢地上来了 但是我们的面前依然可以看到 太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 进入需要特别批准 因为人际寒致 这里的风景显得更为原始而神秘 与我们同性的保护区工作人员李军安告诉我们 在跑马梁 我们很可能会拍摄到 生活在秦岭的珍稀动物林牛 我们在拍摄高山草垫的时候 李战长以后我们介绍说 这片区域其实是林牛经常活动的区域 是吗 是的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发现 就是这儿 牛当时走过草垫留下的一个印子 后面前 这就是前 牛是从这个方向朝上面 从那边往这边走的 对对对对 这个蹄子大概留下有几天了 那蹄子是个两天 从下面的荷人瓶到跑马梁 一直到下面的黄河镇 这一块都是它的活动范围 这是一个城市 不是一头 如果是一头的灵牛的话 自然还是很害怕的 毒牛的攻击性是很强的 对对对 听李军安站长介绍 灵牛是一种高山动物喜欢群居 因为跑马梁一带植被好 坡度换 灵牛喜欢在这里活动 它之前就曾经在跑马梁附近 见到过成群的灵牛 数量有几十头之多 临近中午 我们一边休息 一边寻找灵牛的踪影 然而天空并不作美 一阵大风吹过 雾气再次拍上山头 天空乌云密布 雷声滚滚 瓢泼大雨再次袭来 我们不得不撤下跑马梁 我们设置组基本上每天下午都会被这样突如其来的清闻大雨跟焦的视频 现在行走在3700多海拔高度的山路上 觉得呼吸特别特别的困难 而且每走一步都觉得要付出鼓起很大的勇气 刚刚我们在走的时候 那边突然响起了一阵特别特别大的雷声 我问过李站长 他跟我说 其实在这样高的海拔上 有雷电 有闪电 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我一直在想 我们设置组为什么要走这么远的路 冒于这样的天气 去看一看 去碰碰运气 能不能找到灵牛 原因很简单 无论用多么华丽的语言轻形容 这片大宅有多么的美丽和神奇 都不如我们亲眼地去看看它 去证实它 离开跑马梁 我们按原路下山 听李军安站长介绍 他的同事再从野外去回到红外相机里发现了灵牛的画面 这再次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我们来到位于七陵北坡的薅平保护站 这里就是保护区工作人员 发现灵牛活动痕迹的地方 这是灵牛 灵牛的粪便 这就是灵牛的粪便吗 这是动机 灵牛活动的一个创作 那通过这个粪便能判断出 它大概什么时候曾经来过这吗 应该是去年12月份到几年12月份 它为什么会来这边呢 因为这边鸡小又睡 它就是没钱又下来跑睡 它这是灵牛活动的一个筒道 那它主要吃什么呢 它现在就是吃这个隔冬植物的叶子 它这是幽叔 就是这个流氓牙 以及特别它喜欢吃一次松花煮那个叶子 还有合共植物 李先民在太白山从事野外动物调查和研究已经29年 这次进山 他们也把红外相机安装在这里 据李先民介绍 成年鳞牛长约2米 高1.5米左右 体重可以达到250公斤 因毛发金黄 脚型弯曲成鳞居状 骨又称金毛牛角鳞 它们体型庞大 长相奇特 四牛又四羊四马 俗称六不像 它其实是拍到了一大群铃牛穿过草垫的这样的一个画面 对对对 一共有多少头铃牛啊 一共有十三头 有十头重演这个铃牛 还有三头的优质 现在也就是个四个人大吧 哇 这些铃牛我觉得很漂亮啊 颈部是金黄色的 到后面慢慢变浅 它们一般会在这个区域待多久啊 它们一想活动回来是早晚活动 上午是在下面这个铃子扁业局的休息 晚上之后下到斗里面河边河飞 然后休息之后交钱早上就放了 秦岭铃牛长湖东在海拔 一千五百米至四千米的山底森林中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铃牛的交配季节 这时熊牛的性情变得格外凶猛 为了争夺死牛 熊牛之间展开殊死决斗 战败者往往会离群出走 称为毒牛 这些毒牛往往性情暴躁 急易伤人 这个是拍摄得很近了 对 长得非常的可爱啊 它下面还有长长的胡子 从这个外观上看 应该是出青春林牛 雄性林牛 它和 那一般林牛会分布在哪些地方呢 林牛一共 实际上红为四个亚栋 不断亚栋 狗立功亚栋 四肠亚栋和青林亚栋 那一般在整个青林的话 有多少只这样的林牛有做过统计吗 过去有记载就是足足五千块 太白山复杂的地质地貌 与广袤的森林植被 成为野生动物的天然庇护所 据统计 这片大山里分布有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9种 其中就包括可爱的大熊猫 近年来 李先民所带领的科研团队 就曾拍摄到大熊猫的珍贵影像资料 这个就特别明显了 它把屁股整个高高地 接在这个树枝上面 是在蹭上自己的气味 其实跟那个小狗尿尿 标记气味是一样的 大熊猫也会这么做 一样一样 这只大熊猫 它是从地上捧了 一捧土吗 还是树叶 然后就在往自己的耳朵后面 这样子梳妆 它是从街上打了团草 在扣中 然后从前到后 整个青梨探猫法 这个行为神明熊猫子 最常应该感兴趣 熊猫憨态可惧的模样 很是惹人喜爱 中国的大熊猫 主要分布在陕西 甘肃 四川三省的 秦陵 民山 琼来 梁山 大小巷陵 几个彼此阻隔的山系 秦陵是中国大熊猫 尾度最高的分布区 据2012年 中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结果 秦陵生活着345只野生大熊猫 其中太白山共有16只 李鲜明告诉我们 除了灵牛和大熊猫 在太白山脚下 我们还可以看到 另一种珍稀动物 它与秦陵也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 离开薅瓶保护站 设置组驱车前往 黄百元的大建沟 水里面现在附近的一种鱼就是洗天嘴 是在哪里 可以指给我们看一下吗 在那个小石头去中间 我看到了看到了 其实它的颜色跟这个石头的颜色特别像 很难分辨 而且个儿也不是特别大 基本上大的也就这么长 就15公分左右 15公分左右 他们为什么在水里面一动都不动 在里面凑这个食物 游过来之后 它吃水面这个碰碰 食肉的一种鱼类 对 那它在整个太白山地区 基本上就分布在这条河道里吗 太北河 然后又川越河 还有水水河 在中国就是只要在东北的 同盟奖 送花奖 它就对顺务要求比较急 一般都10度一下 听李鲜明说 秦岭细灵龟 原属海洋鱼类 250万年前回游出海 速喝而上 进入淡水区产暖孵化 后来遇到大冰漆 龟土被秦岭阻断 随着气候逐渐变暖 生存环境突变 绝大多数海洋龟鱼 死在了远离海洋的河流溪谷中 其中极小一部分海洋龟鱼 经过漫长的生物演化 便成为了现在的秦岭细龟 为了近距离地观察西林龟 设置组特意挑选离处 可以下到溪流岸边的地方 我们设置组飞了九牛二五之力 终于来到了河道边 我现在根本不敢站着说话 因为河道边的岩石 特别特别地滑 但是坐在这里 我们能特别特别清楚地看到 这些西林龟 现在天气特别地好 阳光打在水面上 它们身上会有那些白色的小鳞片 反射着光芒 所以说看着它们 觉得这些小鱼啊 虽然说远远地看并不起眼 但是当你走近它 去观察它的时候 它是非常漂亮的 李先民告诉我们 西林龟是典型的冷水性鱼类 喜欢在清澈见底的冷水中 溺水而行 每年的五月至七月 是秦岭西林龟的繁殖季节 在这段时间里 它们会成群回游产卵 形成壮观独特的 逾越龙门现象 虽然没有赶上 秦岭西林龟产卵的月份 但能在大山的溪流中 见到这种山迁精灵的模样 我们仍敢十分幸运 因为这个物种 曾经见证了秦岭这片地区 由沧海扁高山的神奇变迁 短短几天时间 我们经历了太白山的 日出日落 云海星空 这是我第一次登上 秦岭的最高峰太白山 这里的雄魂壮阔 动人心魄 秦岭被称作是 中华民族的父亲山 它与淮河牵手 是中国拥有了粗犷奔放的北方 和温婉秀丽的南方 因为有了它的庇护 越来越少的泥沙混入江河 整个陕西一半的水源 得到了保障 越来越多的珍稀洞植物 选择在这里安家落户 太白山成为了 它们天然的庇护所 心灵给予我们的 还有很多很多 面对这些馈赠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想答案就在这 匆匆郁郁的山野中 就在这清澈的山泉里 走进民泳冰川 寻找千百万年前 地质运动的遗迹 徒步逆境雨崩 感受雪山瀑布下的 室外桃源 徒步雨崩神铺 近距离感受 海拔四千多米 飞流直下的冰川溶水 远方的家系列特别节目 国家公园第十二季 走进梅里雪山深处 敬请期待